我們看看這一個 它說色P是這個雙曲線上的動點 這個雙曲線的話 它那個半貫軸是3 半貫軸是4 所以它的那個半焦距 半焦距的話是多少呢 C是等於根號多少呢 這個是A平行 加上D平行 A是等於3 這是3平方4平方 所以事實上是等於5 C等於5 所以50跟副50是它兩個焦點 現在它問說 那麼這個動點到達這一點 這一點是74 加上這個動點到達這個焦點 F的物理 最小多少 那現在的話 74應該是什麼呢 應該是在這個雙曲線的這一邊 如果要驗證的話 我們就怎麼驗證 因為 因為00點 這一點點 跟在這一邊的點 它是在不同側 所以你把它帶進去 這移過來的話 你帶進去的話 一個是大1 一個是小1 我們發現 你這帶進去的話 它是小1 帶00小1 這帶進去的話 它會大1 所以它跟它是在不同側 雙曲線的不同側 所以A的話是在這裡 而且它有說 X要大於零 大於這個零 所以P的話不會在這裡 而是在這裡 它會說 這個加這個 最小是多少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雙曲線 這個 剪掉這一段的話 是等於2A 2A就是6 也就是說 P F 剪掉 P F 這個上的2A等於6 好 那現在的話 我 AP 加上 P 這個等於多少 我把P 給代掉 P 給代掉 AP 再加P P 就是等於 P F 剪掉 6 再移過來 剪掉6 這大一點多少 我們知道 AP加P F 大於多少 大於這個 我們看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這一段加這一段 一定是大於等於這一段 所以當你P 跑到這裡來的話 最小 也就是這個加這個的話 大於等於 這一段 也就是它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這一點 到這一點的距離 A A F 這一點距離 再減到 減到 減到六 這等於多少 這兩點之間的距離 是等於多少 呢 更好多少 更好是 7 減 5 是12 再加 12的平方 再加4的平方 我現在4的話 可以抽出來 4 剩下3 3的平方 是9 9加1 所以這是4 根號4 也就是說 它的最小距離 是4根號10 減掉多少 減掉6 這個是它的最小距離 是4根號10 是4根號10 是4根號10